尊严 是换不来胜利的 如果在开始战斗之前 吕团长不可以指挥战斗 那你要这尊严 还有什么用 你 我再重申一遍 请将军以大局为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长官叫什么名字 前景英术 什么职务 参谋部 作战参谋 你愿意替吕团长做替身吗 好 将军 可以留在作战部了 你应该知道 我是反对这样做的 请将军委去一下 你得录约 你得录金 你得录你的 我要录你 谁 你得录着 你得录录 我 你依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已经走了 你真的确定有人在监视我们 而且这个人一定就是女妖 她根本就没走 刚才在我们争论的时候 她的飞镖 一直在描着阁下的脑袋 你怎么知道 这是女人对女人的直觉 一点都不夸张地说 就算隔着几百米 我也可以绣出 这个女人身上的妖气 怎么说 你刚才一直在给她演戏 开始并不是 我本来就是想要 将军混在士兵当中 后来我发现 他一直在跟踪我们 所以我才想到 把这一切当作戏来演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刚才我们是在演戏 现在 不在就该轮到我们看戏了 五角 他也别出什么事 你说 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能不出事吗 不会出事的 你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 我就知道 不出事也不能这么干哪 都有着自己的性子来 这还叫什么不对 行了 现在情况还不是很清楚 再等会儿吧 我寻思续 我寻思练 现在我寻思练 我寻思练 是吗 我寻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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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我寻思练 你没事 我好 我好 有生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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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他回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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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大哥 行了 回来就好 下去住 五角 你没事吧 没事 宋姑娘 您去哪儿了 大家都急死了 好了 平安就好 行了 都进来吧 五角 进屋吧 我早就说过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擅自行动 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起 大哥 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 但是当我看到屋顶上那个洞 我就突然间决定留下来 为什么 这一战我们打得太难了 鬼子早就埋伏好了 等着我们去 这一切都是天生惹下的祸 所以 你就想替他弥补 我问你 你弥补得了吗 照这么下去 我们肯定完不成任务 所以我就想 如果我留下来 发现了鬼子想咋对付咱们 那我们下次去的时候 就能有办法了 你在去之前 为什么不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也是突然决定的 咋打招呼 不想清楚就去做 你们可真行 人家都说了 是突然做的决定 突然做的决定 咋打招呼啊 这是我的事 跟你没关系 别吵了 就吵 你无纪律 吴娇啊 你这样做多危险啊 你知不知道 大家都为你担心啊 好了 那你发现什么了 我看到他们换地方 换衣服 换衣服换地方 什么意思 我想看一下地图 我看到那个鬼子将军 也就是我们要抓的牧村尚雄 他和另外一个鬼子军官换了衣服 然后牧村尚雄留在了向指挥室的那个地方 也就是这儿 而那个鬼子军官 却去了牧村尚雄住的那个院子 这儿 是牧村指挥部的作战室 作战室是外面那间屋子 他去的是里面那间 里面有床 看来他们是把防备的重点 放在了作战室 这个情况可太重要了 对啊 大哥 吴娇发现了这么重要的情况 这算不算立功啊 功是功过是过 擅自行动 那也是错误的 大哥 这回算是功过相抵了吧 什么功过相抵 虎批评也不表扬 那就是你当我没说 那就当我没说 吴娇 批评了半天 还说不批评 吴娇 吴娇 吴娇你别生气 王大哥他们也是为了你好 我没生气 那就好 不过 我觉得他 是我不好 不愿别 还有你 就你知道打抱不平啊 我不是觉得你有功吗 我是说昨天在茶楼里 要不然今天 我们就把那个木村给抓回来了 怎么听你这意思 好像都是我的错似的 昨天跟你说了那么多 都白说了 彪老认为自己能 从那个神枪手小王 到土围子里牺牲的刘老板 赵栓子 张山 炸桥时候的方队长 唐正伟 还有剑桥的那个郭宇清 他们哪个都不比咱们差 是啊 我知道 还有童姑娘 她是把眼泪往肚子里咽 比起人家的胸怀和肚量 比咱们都是强千倍万倍 以前你看她不顺眼 我也看她别扭 可我现在才知道 那是咱们自己目光短浅 比起人家 咱们可真是差远了 就像你刚才 谁让你替我说话喊冤了 真丢人 我 还考虑什么 就这么定了 就打她作战事 作战事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 你还犹豫什么呀 你怕她会下呗 是啊 鬼子一定要充分的思想准备 就算我们打进去了 也未必能够活捉牟村伤胸 那就杀了她 只拿情报 反正命令上也没说 非要活捉她不可呀 可是我怕的是 既活捉不了她 又拿不到我们所需要的情报 为什么 你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呀 不是我没有信心 把困难想得多一点没有坏处 鬼子是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 可是 你的任务 每次不是鬼子拱手给的 可目前我们的任务和计划 已经完全暴露在鬼子面前 就目前我们的力量而言 硬闯 那绝不是最好的办法 偷袭也不行 硬闯也不行 那你说 怎么办 老秦 你别着急 应该还会有更好的办法 我们只剩一天多一点的时间了 等你想明白了 纵队再采取措施 就已经来不及了 不是我说你 王营长 这次就是你的几个大侠把你撂这儿了 他们就等于让鬼子知道了我们在这儿 要杀他们将军 拿他们情报 我们现在就是秃子头上的狮子 在那儿明摆着呀 我知道我们在明处 老秦 你想过没有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要是再重新转到暗处 会怎么样 转到暗处 对呀 这个时候重新转到暗处 让鬼子找不到我们 那不是 就可以重新掌握主动权了吗 你做梦呢吧 也行 你们离开 走得远远的 鬼子自然就找不到你们了 那不是 如果我就让他看见我 又让他觉得 我再也无法完成任务 那结果会怎么样 你急疯了吧你 说什么呢 又要让人家看见 又要让人家以为你什么都干不了 你说什么呢你 根本不可能的事 说什么呢 什么事啊 老秦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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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如果你现在想杀我 你认为你能办到吗 你开什么玩笑 回答我的问题 你这不是废话吗 我就拿着枪 我能杀得了你吗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你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可你如果想杀我的话 这辈子你怕是办不到了 不 不不不 你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这个意思 天生 大哥 想什么呢 我真该死 我怎么就这么没有脑子呢 不是你没有脑子 主要是你 还不习惯 统一行动时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你说我当时怎么就没考虑后果呢 你想是想啊 肯定想的是那个说术人的安全 毕竟那个时候它很危险嘛 大哥 我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行了 兄弟 知错就改 吃一县长一致嘛 以后我不犯就好了 可是现在祸传得这么大 鬼子又防得这么严 要是咱们完不成任务的话 我 谁说完不成任务了 大哥就是大哥 就是比咱们聪明 是 但是兄弟们 我的这个办法 只有征求你们的同意之后 我才可以用 这话说的 大哥的主意 我们一定会同意的 就是 大哥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照做 你坐下听大哥说 瞎激动什么呀 兄弟们 我的这个做法 就是破釜沉舟 只与死地而后生 太军 太军 你认为 他们救出那个说书的 并没有准备 是 他们其中有一个人 突然站起来 走向皇军 目的 就是为了救那个说书的 我注意到 另外两个人 在另外一张桌子上 我当时没想到他们是一伙的 我只是以为 他们想帮说书的人说话 所以 他们就拿你们个措手不及 是 你们先出去吧 是 黄沐峰 黄沐峰 确实不是故意暴露的 只是他没有想到 只是他没有想到 我已经料到了 他想要干什么 所以 他们才有了昨晚的行动 他们昨天晚上 为什么没有打进我的房间 我认为 是王沐峰来探虚实的 他很清楚 如果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 他过来看看 我们是否有防备 防备得如何 如果我们防备得不好 或者没有防备 昨天晚上 他们就打进来了 这正是他们的目的 万幸的是 我们安排得非常周密 非常充分 这我看到了 可我怀疑 他们今天晚上不会来 因为我们的防御 他们已经知道 将军 恰恰 我跟你有相反的想法 你以为他们 有了可乘之机 不错 他们以为 发现了我们用替身的秘密 一定会全力攻击这里 他们以为我们并不知道 这个秘密已经泄露 认为我们会把重兵 放在前景英树那边 等着他们去 而我们 却把重兵 放在了这里 而这里出现的 却是他们自己也想不到的 假将军 自认为 磨清了虚实的王武风 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那么 事情的结果是 王武风 本以为会打我们个 出其不义 而事实上 却中了我们的将计就计 这注定了 今天晚上 阁下的指挥部 很可能就成为了 他们的葬身之地 如果把他们全部活捉下来 那就更有意思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们做鬼子的俘虏 对 但是不包括你 为什么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促从命令 可是你想过没有 鬼子当时就会把你们给杀了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那你还要这样做 因为我认为 他们当时不会杀我们的可能性 会更大 不可能 鬼子早就想把我们全部给杀光了 正因为这样 当鬼子真正抓到我们的时候 他们会乐一阵子 因为这是他们想了很久的事情 就算你说对了 那他们能乐多久 一个小时 还是两个小时 我认为他们至少会等到天亮 你这完全是侥幸 如果你把自己的生命和任务 完全建立在侥幸之上 这根本就不是你的做法 只有这样 才能让鬼子百分之百地相信 我们是被活捉 而不是我使诈 不不不 不对不对 你这种想法绝对是错误的 小桐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那好啊 你给我个理由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这就像当年 诸葛亮唱的《空城记》 他利用的就是司马仪的疑心 而今天鬼子的交行跋扈 和得意忘形 就是我这个想法的理由 那你就准备去死吧 我告诉你 你不被鬼子砍掉脑袋的几率 只有零 或者是 万分之一 小桐 我们不是常说 只要有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甚至是万分之一的机会 我们都要去争取吗 可这不是让自己先成为刀族 然后再期盼砍下的刀会砍偏吗 我去 我也去 还有我 还有我 大哥 大哥能不能不去 你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大哥不去留在外面 胡椒也留在外面 就我和大鹏还有二哥去 这样咱们还有生还的机会 天生说得对 我们去做诱饵 然后我们里营外合 兴许不会死 而且还有机会胜利完成任务 不行 如果我们几个 有一个留在外面 鬼子必然不会放松戒备 甚至可能会加强戒备 补下一张天罗地网 等着外面的人去救里面被抓的人 而且这还是最乐观的想法 那不乐观的吗 先杀掉被抓的人 然后再全力以赴 对付留在外面的人 那你又怎么能乐观到 鬼子抓了你们 而又不杀你们呢 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 这回问题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 只有让鬼子全数地抓住我们 才有可能 让他们因为得意忘形 而以为自己大获全胜 他们以为我们没有机会 再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只有这个前提 我们才可能反败为胜 反败为胜 兄弟们 我不否认 我的这个想法具有很大的风险性 但是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地去麻痹敌人 我们才有可能去为自己创造 完成任务的机会 当然我这个想法 这就等于是最大限度地去接近我们的目标 如果一旦有可能 我们就打得可措手不及 升勤牧村上雄 完成这次任务 我告诉你 你想的这些都是最好的情况 童可欣同志 你要时刻记住你自己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服从命令 可欣 秦队长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我 我怎么阻止 让他必完成任务 除非我们有更好的办法 可是 我们没有 可是你要知道 他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我 秦队长 来 兄弟们 坐 坐下 小童呢 小童呢 他是八路军战士 我是他的上级 我可以命令他 可是你们不一样 你们都是我的兄弟 我只有征求你们的同意之后 我才能做出决定 如果我们不同意呢 如果我们不同意呢 那我就自己去 可你刚才还说了 只要我们有一个人在外面 进去的人就只能死 那你们说说 现在我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我一定要做这最后的一波 不能让大哥一个人去 对 如果大哥一定要这样做的话 我当然会去 做兄弟的 不可能让大哥一个人去送死 死也要死在一块儿 一起死 对 行了行了 兄弟们 坐下坐下 都坐下 坐下 你说你们一口一个死字 你说你们一口一个死字 兄弟们 我们不是去送死 我们是去完成任务 如果连万分之一的机会 都没有的话 那我是不会让你们去的 我之所以这样做 那是因为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有机会 活下来的 并且完成好这个任务 对 大哥又不是傻子 你比大哥还聪明 什么意思 这你还不明白吗 如果大哥说没有机会的话 你就不去了 我什么时候有这个意思了我 那你啥意思啊 我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相信大哥 大哥说有机会 就一定有机会 对啊 如果大哥说要是没有机会的话 你就不去了 廖天生 我杜大鹏是这种人吗 我告诉你 就算没有机会 我也不会往昏错 大哥就算跳油锅 我也跟着 你听见了吗 大哥 多聪明 他知道大哥不是傻子 就算跳油锅的话 这油锅一定是凉的 是吧 大哥 你个小兔崽子 大哥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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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我王沐风 今生能有你们这样的好兄弟 此生无憾 兄弟们 受我一半 大哥 大哥 哪能让你给我们鞠躬呢 就是 我们服的是大哥的人格和品行 跟着你又是救中国和百姓 我们当然不会退缩 我们家乌娇说得对 这就叫 通心通德 没大哥领着我们 我们哪能干出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 多大鹏 你终于说了一句好话 你又踩过我是吧 你怎么好来话听不懂 这是夸你呢 你说到我们心里去了 我说得对 你夸我不应该吗 好好好 说得对 说得对 好了 兄弟们 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要是再多说的话 那就见歪了 五角 过来过来 都过来一下 五角 来 坐这儿 坐吧 坐下 坐下车 向后转 下车 快点儿 静下转 加油看 quién 小前转 上下 屋里和屋外 五十盒拼刺高手共有四十六人 加上外围指挥部的兵力 等他们打进来 包围整个指挥部 报告 进来 神故师团派的冲锋枪队到了 把他们安排在外院 让他们队长进来 领受任务 太好了 有师团长冲锋队的支援 就算再多一个王武锋 我们也不用怕 将军 我建议您委派增援的冲锋枪队 包围指挥部整个房顶 对指挥部实施铁筒式的包围 这么一来 王武锋一干人等 就算是插翅 也难逃出我们的掌心 既然这样 我就没有任何顾虑 我就可以穿上自己的军服了 不行 将军 在没有把他们一网打尽之前 将军阁下还要装扮成中左 为什么 你不是说再来一个王武锋都不怕吗 王武锋 轨迹多端 我们必须小心一点 那你的意思是 前景中左又要代替我站在这里了 是的 将军 他们的绣画针 无苦不入 就算我们有绝对的胜算 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山目少佐 太谨慎了吧 看来这个王武锋 让你吃了不少苦头 请将军 以安全为重 那好吧 如果真能活捉他们 我倒真想亲眼看看 这几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中国疯子 到底是何方神圣 将军很快就会看到 这几个人的嘴脸 小童 忙着呢 小童 这事呢 是我做的不对 我不该发脾气 你是为了我们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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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是跟我说 他们几个人是纵队的宝贝 是不可多得的勇士和英雄 可是你知不知道 就你今天做的这个决定 会害死他们的 我知道勇士和英雄 那是用来战斗的 而且我还知道 你也同样是我们纵队的宝贝 你想想 你精通三国的语言和文字 你会化学 爆破 医学 那你说说 你是不是我们纵队的宝贝啊 你不用恭维我 我没那么了不起 可我说的是事实啊 可我说的是你的决定 可问题是他们不身怀绝技的话 我是不会做出这个决定的 身怀绝技 是啊 我相信你们几个人的武功 能够杀出重围 可是你这个决定 是紫头罗网 是被鬼子活捉 绝技有什么用 可绝技恰恰是被鬼子活捉以后 那才能使用的呀 鬼子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可是 你总是跟我说万分之一 万分之一 那能叫机会吗 小桐 你看这样吧 这个事呢 就这么决定了 你也做好你的准备 我们可是等着你的神枪 掩护我们离开呢 母方 小桐 请原谅我第一次这样叫你 可是在我的心里 我已经叫了无数次 你不仅仅是我的上级 你也是我最尊重 最爱慕的男人 女哥 小桐 别这样 不 我今天一定要说 如果不是你做了这个决定 我永远不会把这个心里话说出来 可是你今天这么做了 我就一定要说出来 因为我怕没有机会再说 你看你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吗 这样吧 你把你的话 留到我回来以后再说 我呢 向你保证 我一定踏踏实实认真真 我听你把话说完好不好 好不好 我 我不 我就要现在说 我爱你 我不要你死 你一定要好好地回来 输过你 我一定会去把那个山母给杀 我一定去 小桐 你放心 我不会给你一个人取的机会 相信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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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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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鱼儿 二哥 没错 就是这话 先生 我要是被小鬼子卡了头 这鱼儿准保得哭死啊 呸 你咋一下就知道了呢 我这心里还不踏实 相信大哥 还有宋姑娘 对呀 信 就不乱